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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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 政經缺電危機 加上缺疫苗危機 雙缺是今天台灣所面臨的一個最嚴峻的時刻 而準備中心開記者會 彷彿像一場感恩大會 就差沒有說 陳爺爺你好棒啊 或者是蔡奶奶你好棒啊 就是應該派 小學生 夾到歡呼 然後再獻花 這樣的話整個 今天的記者會才會比較圓滿 好 我們也不要酸政府啦 其實這個時候供體時間了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 迫切的壓力跟危機 但是我覺得目前為止 作為媒體 我們總是應該要講真話嘛 因為歌功頌德的人太多了 那就應該講講實話 尤其是知識分子 尤其是醫界 怎麼沒有人出來說句實話 像昨天我們節目當中提到 在日本的一位很資深的醫師 絕對是深綠中的深綠 很台派的台派 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覺得台灣的醫界啊 在長期以來政府一直說 零感染加零加零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怎麼沒有人發難 其實不是沒有 是發難的呢就拖出去斬了 但是應該要前撲後繼的 被拖出去斬都不怕繼續發難才對 記得我們在節目當中提過幾次了 然後義大利的這個神曲的作者 但丁說過一句話 他說地獄中最炽熱的那一層 總是保留給那些 在道德危機的時候 仍然洋裝保持中立的那一些人 各位不覺得 聽你講的就是我們那一些 明明知道內情 而且又不願意開口說實話的 所謂的專業人士跟知識分子嘛 雖然但丁講的這句話 是講的是道德危機 可是今天防疫 論文門 政府的種種問題 不也正是一個 其實你把它追根溯源 它是一個philosophical issue 它是個哲學問題 最後根本就是一個道德良知的選擇嘛 你願意選擇說實話 被政府罰 被罵 被抹黑 意在所不辭 還是要去當政府的傳聲筒 去當啦啦隊 配合政府做文宣 配合政府按讚說好棒 我想那就決定你將來在地獄的哪一層吧 或者是你要到天堂吧 好 來我們來看看 今天我覺得有幾件事情值得大家來思考 首先要問的是我們的疫苗到底在哪裡 那疫苗到底在哪裡的這一件事情 我想 現在開始會陸陸續續有很多的說法 不過我希望大家能夠幫忙啦 看能不能早點幫台灣取得不是AZ的疫苗 讓大家有一點選擇 讓老百姓多一點選擇 好嗎 現在我們來看看喔 在媒體上面登出了一個全世界的接種率的百分比 以色列第一名 一百個人的接種率是一百二十一點六 百分之一百二十一點六 智利 百分之八十四點九九 巴林是百分之八十四點六六 這是全世界接種率 前三名的國家 第四名是英國接種率百分之八十點七二 第五名是美國百分之七十九點七一 從這五個國家來看 有幾個特色啦 巴林跟智利就不講 智利其實是這波疫情很嚴重的國家 那英國美國 就這世界上各方面的領先指標啦 以色列也是這個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 罩子最亮的國家 因為他們長期處在兵馬恐總 這個壓力之下 所以這個國家的國民 雖然彈丸之地 雖然處境艱辛 但是他們培養出一群聰明 善戰趙子亮 反應快的國家的民族 第六名 匈牙利百分之七十二點五 第七名塞爾維亞 五十七點五五 第八名是德國 四十六點一三 第九名是法國 四十點六四 第十名是土耳其 三十點一二 百分之三十點一二 就是到目前為止 疫苗的接種覆蓋率 前十名第一名 百分之一百二十一點六 最後一名百分之三十點一二 而 台灣呢 因為很多的疫苗呢 是要接種兩劑啦 他才會完成一個比較 完善的保護網 不過 這個意思不是說 你打一劑沒有用 可能第一劑 第一劑打下去 可能是百分之六十的防護力 第二劑以後 boost 變成百分之八十 九十 九十幾 大概是這樣 台灣的疫苗的接種率 各位猜猜是多少 答案揭曉 百分之零點六四 是 美國的百分之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分之一 連別人的 百分之一都不到 好 美國到目前為止是 百分之七九點七一 我想 到我講的這個同時 他已經超過八十了 因為在我國外的朋友們是 是 從 兩三個月前說觀望 有人說他不打 到現在我問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 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我的親戚 在國外的 沒有一個不打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台灣到目前為止是百分之零點六四 大家就在想說 那 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接下來不怎麼辦 來 我們還是要把這個哈佛的 醫生 他所說的一個 提醒 我再跟大家 做一個簡單的 重複 Justin Young 我看他已經被出征差不多了 他現在應該在唱 我現在要出征 我現在要出征 好 來 這個Justin Young 他是一個 台藝的醫師 在海外 在這個 Harvard Vanguard Medical Association 在擔任醫師 當然也不是說 美國的月亮比較遠 也不是說哈佛就比較厲害了 而是 美國在這一波的疫情當中 應該算是一個可以接近的國家 因為他們最早 而且災情非常慘重 所以我相信 以美國這樣的一個國家 當他們學到教訓之後 他們肯定是全體動員 那麼 在Justin Young 他說 他覺得台灣防疫不及格的地方 今天大家都在吹噓說 哎呀 這個大笨中多棒 這個國家多厲害 如果你講幾句不對的話 就把你當假新聞 就說你破壞團結 就說你中共同路人 那 如果塑造成這個氛圍的話 我們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 一向就是勇敢說真話 那既然是這樣的一個氛圍 我們就更應該說真話 所以歌功頌德獻花灑花的事情 錦上添花的事情 就不需要我們來做 雖然我們也很想給疫情指揮中心 給台灣的這些努力防疫的朋友們 拍拍手鼓掌按讚 也很想跟蔡同學四軍統帥說 蔡同學你辛苦了 但是實在說不出口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他們更需要的是 我們說真話 讓他們聽盡真話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過去我們不斷地跟他說一些事情 他沒有聽進去 所以我不認為此刻繼續跟他說 什麼好話或者是真話實話 對他來講是有用的 但是 相較於歌功頌德怕他更聽不進 真話 所以我們還是選擇 雖然我們相信跟他講好像也沒有用 我們還是選擇說實話 在日本的醫師在海外的醫師 很驚訝的問我一句話說 是不是陳大笨中要下台了 我說為什麼 你的政治敏感度怎麼會這樣問 他說他開始鬆口 要做廣篩或者普篩 而且還授權地方政府 說地方政府 可以開始去想看怎麼樣能夠擴大篩檢 而地方政府也超前部署 如果是以前的話 大笨中肯定開罰 就跟彰化的衛生局長 葉彥博還有太太公衛學院一樣 一定開罰 開閘然後拿1450罵他轟他 那為什麼這次突然變得比較 雙手一攤交給地方 是不是他準備下台了 我覺得沒那麼簡單 這個時候蔡同學這個政府 撐到台灣就算變成很嚴重很嚴重的鬼島了 仍然不會認錯 因為一認錯他就完了 他過去所說的那些話他會兵敗如山倒 所以這個政府選擇硬凹下去 那好 所以我們要繼續講真話 但是我們很希望 我們仍然希望台灣的全體國民 要認真守法 即便有的法守得很愚笨 但是我們還是在這個節骨眼 要先把控制疫情對抗病毒當成是我們的第一要物 可是 批評也好 見言也好 說真話也好 並無傷於國內的團結合作防疫 只是 在這個一片歌功頌的看不見真相的台灣社會 點燃一盞小小的蠟燭 希望有一天他能夠成為一個烽火台 照亮明處 能夠點醒政府的蠻憨跟無能 這個Justin Young說台灣不及格的防疫的例子 我們再說一遍 希望政府能夠聽進去 第一個 拿這個消毒水在路上亂灑 這是沒有用的行為 這是噴給民眾看安心的 而且沒有用的行為 如果沒有副作用也就罷了 到處噴消毒水對環境是不好的 雖然有人出來說這是假新聞 經過西市的無害 那請問你 經過西市的無害 那噴灑這些消毒水的這些人 為什麼如臨大敵 為什麼要找化學兵做的跟那個 帶著跟防毒面具一樣的東西如臨大敵 如果你像你真講的無害 你去看看那個路邊專門灑水的那個 路樹灑水的灑水車 他會帶著一個像那個 像那個太空人一樣的裝備嗎 消毒水真的沒害嗎 好想也知道嘛 好再來 這個 Justin Young 說到目前為止 看不出來任何的證據顯示 噴灑消毒路面對這個新冠肺炎 有任何的預防的效果 我想這個稍微了解應該知道 倒是大家要注意 回到一年多前那是我剛回到台灣來 我看到台灣的這個很多的民眾 在各大樓像我們家樓下這個破公寓歸破公寓 可是就有人已經準備了一大壺的酒精 然後可以噴灑 讓我進出的人都可以去稍微消毒一下 這個才是正辦 你與其把它亂灑在地上 你不如用酒精放在所有 有公共場合出入包括電梯包括把手 在使用之前你都可以稍微消毒一下 第二個 記者採訪政治人物要保持安全距離社交距離 我們在網路上在電視上螢幕上看到 看今天在這個蔡同學出沒的地方 你看那些來迎接來拍馬屁的 然後隨護這些還是沒有一個人有安全距離啊 就你嘴巴告訴民眾是這樣 跟你做出來的東西沒有這樣 這個是一個負面的宣傳 第三個 公共場合防疫量體溫 但是大部分是不會發燒的 百分之二十可能會有症狀 那有的症狀還不見得會發燒 所以絕大部分未必會發燒 那比較怕的就是說 量完體溫以後你以為沒有發燒就是沒事 然後怕發燥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不是不能量體溫 當然勤量體溫勤洗手勤消毒 比勤量體溫更重要 多篩檢比沒事量體溫 因為量體溫十個你可能只量出兩個 另外八個以為自己沒事 有點喉嚨不舒服 有點身體不舒服 沒在怕 繼續爬爬爬 第四點這個 Justin Young 說 他說政府沒有強制規定大量的減少入場的人數 就跟平常 就跟美國的 Massachusetts 曾經規定公共場合的 容客率是平常百分之十 好這個部分慢慢開始 政府意識到會慢慢開始加延這個規則 還是那句話沒事其實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 這句話並不代表各位不需要往空曠的地方去 還有就是政府好像有一個規定 說在如果馬路上 可能是地方政府不一樣的看法 在馬路上如果沒有戴口罩會被罰 我覺得這句話應該倒過來 如果你在馬路上是個空曠的地方 你戴口罩幹嘛 對不對 我坦白說你戴口罩幹嘛 反而是讓你口罩戴太久了之後 你該戴口罩的地方你不戴口罩 真正應該的是你在室內 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像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那樣 或者在室內沒有戴口罩 這個要某種程度你去罰他 我覺得還可行 什麼在路上看見有人沒戴口罩要罰 我覺得像我自己有時候就遛狗或什麼 當我看到前面後面都沒有人 整條巷子都沒有人的時候 我就把口罩拿下來 讓我好好的呼吸一下空氣 遠遠看到有人要走過來 再把口罩把它頂上去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 所以我們的政府都說你要想一想 每一件事情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它可能會造成一些後遺症 也許有一個人就是 在室外口罩戴太久了 所以他反而回到室內的時候 他沒有意識到 今天戴好久了 口罩拿下來 如果在室外戴口罩 到室內反而把口罩拿下來 那才是危險 而且大樓的空調這些東西 你不要以為看不到人 你不要以為看不到人 在室內看不到人 就代表病毒不會傳播 這是大大錯誤的觀念 Justin 洋洋醫師說的第五件事情就是 他說到現在還沒有強調遠距辦公 或者分流辦公 現在開始慢慢的開始實施 讓大部分的上班族天天坐捷運 進辦公室 坐在一個一個的OA辦公室 呼吸中央空調的循環空氣 這才是重點 中央空調的空氣是個很大的問題 那個時候 以為有安全距離 以為四下無人 就把口罩拿下來 那才是大問題 好 Justin 洋說 現在美國CDC在2月19號發佈的 發病跟死亡率的每週報告 他說 CDC指出來說 戴兩層口罩 可能有效防止90%以上的傳播 他說這點很重要 美國的白宮官員在公共場合都戴兩層口罩 Justin 洋說自己在門診也是一樣 但是很少台灣人討論這件事情 告訴你的親朋好友 口罩不只戴一個 要戴兩個 好啦 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的疾管局的官員和醫師也出來講一些 不同的看法 或者五四三出來反駁 說不知道為什麼要戴兩個口罩 我覺得這些東西 沒有對跟不對啦 如果你戴的口罩是很密合的貼著的 而且你去了解一下它的材質是很確實 有經過 比方說你N95 你戴兩個你可能 你可能送到醫院 你呼吸不來 可能不是因為這個COVID-19 可能是因為你這個換氣過度缺氧 呃 要看吧 這一句話不是適用於所有的狀況 但是 你知道我有一個親戚 他在台灣最大的紡織廠做了40年 他從學校畢業以後就一直待在紡織廠 他對布喔 是瞄一眼就知道這什麼布 他跟我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我們現在外面戴的這種口罩 就是在到處可以看到這種口罩 他說那是戴新安的啦 當然 這句話講的也沒有完全對也沒有完全錯 新安的意思是說 你仍然有個百分之六七十的防護吧 最大的問題出在 他的兩邊各位注意一下 他兩邊是不貼齊的 有沒有你會發現說他兩邊不太齊 所以在網路上還有教學跟你講說 要怎麼樣打這個 呃 把他怎麼樣兩邊可以這個縮小 讓他貼齊 而且他說這種布 不是真正的N95的那種布 好 那跟我們講了一些這樣的概念 好啦 所以我說 呃 我無意推廣什麼哪一種口罩不口罩 反正各位好好的去看一看 每一個樣品每一個用品上面都有一個 比較詳細的報告 現在的政府應該是去抓那個不實商品 讓大家確定在 流通在市面上的 所有的相關的 防疫商品的品質是 如其所述 正式不做 滿街灑這個 什麼消毒藥水 我覺得粉末導致啦 那如果是 呃 如一般那種 可能兩邊會會漏的那種 那你可能帶兩層是有幫助的 而且從 呃 這是物理啦 或者是化學啦 你兩層當然是 呃 你拿兩個紗窗來講 你能夠透過這個紗窗的例子 當然就變小嘛 因為這是 這個是幾何機率啦 某種程度來看 就是說 在每平方公分裡面 它的密度是不是增加嗎 這個根本也不用 也不用什麼 呃 也不用什麼 醫學專家 那醫學專家也不懂這個東西 大家去想想看 它就是一個嘗試嘛 好 那 這是 Justin Young 我知道他應該已經被 被出征到差不多了 啊 他最後說希望大家能夠 真心希望大家能夠脫離 這次危機大家加油 我想 他應該被被被標籤為 跟我們一樣被標籤為匪諜之類的 啊 我昨天的節目當中也講了 我看他是台派中的台派了 他在他的臉書上面說 他個人會講的語言包括台語啊 台語啊 台語啊 台灣ese 在海外這麼多年 呃 中文不太會 保佑他的母語台語的人 你說他是多 他是中國同 中共同路人 而且他說他的 專長是English 會講的語言包括 台灣ese 包括 台灣ese Mandarin 就是台灣學出來的中文啦 台灣國語啦 所以不要隨便把別人抹空 欸確實 現在呢 開始 政府的大內宣配合一些 跟台灣的長期打擊異己喔 做宣傳的媒體 欸你不要以為外媒喔 就是真的喔 我告訴你外媒很多是假的 很多是假外媒 而且很多呢是不怎麼靠譜的外媒 因為我自己在台大新聞所 我教過的學生有幾個就在外媒 呃 亞洲區會有人在台灣區嗎 他告訴我說 他說 他說很奇怪喔 我講了這實話 他說在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在台灣的媒體 的外媒幾乎 一面倒的支持 藍營 他說欸 我們那個party裡面 常常就是那個 press club 記者的這個 呃 定期會聚會 他說幾乎一面倒的支持藍營 他現在跟我講說 當蔡同學執政的時候 現在幾乎是一面倒的支持 綠營 欸我說奇怪 他說甚至有些人還是同一批人 那只能說 他們是為了生存吧 好 進一段廣告 現在防疫當中有很重要的一關 就是要抓匪爹 馬上回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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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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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